所以呢 维生素B 所以刚才早上就一直在讲维生素B 那我们的安利的维生素B 里面有多少种B 在里面 多少种 书本有没有写 你们翻开 T79 多少种 气种 是很complex的 然后这气种能够帮助我们 提供能量 血液形成 神经功能 健康的皮肤 而且我们的B 完全是提炼来自酵母的 恰恰好 有一些人就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 吃B会很热 对吗 所以一直避开B 各位朋友 你吃营养素 如果没有补充B 那个效果是肯定看不到的 听到没有 那很多人说 吃B但是很热 各位朋友 热是问题吗 热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要它发冷吗 听到没有 所以以前我就讲了嘛 我们的身体呢 生 老 病 死 对吧 生是阴 阳 结合 OK 老是阴 胜 阳 帅 病是阴阳 失调 你们都有听我的课 OK好 来 死是阴阳 隔离 精进人亡 气血酷竭 听到没有 所以呢 身体老化的过程呢 先是阳虚 阴虚 阴阳 两虚 阴阳 气血 隔离 听到没有 就是了 所以呢 如果这个人吃了我们的营养素 马上有发热气的反应 请问这个人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 也证明说这个人他还没有严重到阴虚阴阳两虚 对吗 因为他吃进去的营养素马上把他体内的阳气给掉起来 开工 排毒 但是很多人不明白 他吃叉烧啦 烧肉啦 sate啦 那个热他没有去骂那个做sate的 听到没有 他吃维生素B 你们的什么死鬼 维生素B吃到我这样热 三八吗 你这样 这样你今天吃完过后 M1的也会黄的吗 外面不黄 我们的M1的比较黄 因为外面的B没有被吸收 我们的B吃下去 如果有被利用跟吸收 他的黄是浅浅的黄 不会很黄的 对呀 因为他被利用被吸收的时候 你不会黄黄的 因为有的是从汉排出来 有的甚至呢 他已经是被利用 有的是被储存了 听到没有 那外面的呢 有可能是完全没有被利用 就直接排出来 对